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要了解别人需要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怀别人 那么怎么样关怀别人才能恰到好处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父您首先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在进化心灵的时候 关怀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关怀是我们现代人用的名词 就是对于人 存一种关心 这个关怀非常重要 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存在一个关怀上面 所以关系关系 如果没有关怀 仅仅是有关系 那这是不能够持久的 而且人与人之间也不能产生了 一种向心 凝聚认同感 因此关怀就非常重要了 父母关怀孩子 比如说慈母手中线 这是这个什么 儿女的身上的 游子的身上一 那这个慈母的这个 逢不 这一份情感 就是关怀着她自己的 做外边的孩子 如果说这个游子在外边 母亲想到 她在外边 一定有她自己的办法的了 她一定有办法 可以有房子住 有衣服穿 有饭吃 这个孩子在外边 一定有办法的了 这个没有关系了 不管她了 那就变成断线的风筝 那父母跟孩子之间的 这个亲情呢 不容易联系起来了 关怀的时候 不一定对方是怎么需要 或者是不需要 你只是呢 存一份呢 对她的关心 这个就是一种关系 就建立起来了 比如说 你有个小孩 你有两个小孩 长大了以后呢 她在读小学 或者读中学 那你一直 你是这一妇女 那怎么样子 怎么关怀她们 那小孩子们 他们想要的东西 或者需要的东西 偶尔呢 需要东西一定要给 有的时候想要的东西 有时候也给她们呢 一点点的关心 他们觉得 母亲正好 比如说小孩子喜欢 吃什么葱油饼 喜欢 现在小孩喜欢吃披萨 吃披萨 她这个喜欢吃的东西 你偶尔 买一块给她吃 她不一定要 这个需要吃 但是小孩子喜欢嘛 她喜欢的东西 有时候 你买一样东西给她 让她 母亲还是 爱她 记得她 她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并不是 一定是需要的 所以像这种 都是呢 失科而止的 要表示一点 先以这个叫做关怀 另外呢 要常常啊 为 你说关心的人呢 着想 她有什么困难吗 她有什么需要吧 也许她并没有困难 并没有需要 因此呢 所以虚寒 温暖 这个 并不一定 才需要 但是那个人的关系 就是从虚寒 温暖之中啊 产生的 有的人 离开父母很久 她对父母 如何地表达 一种对父母的 孝心 或者是关心 打个电话 也是很好的 你不打电话 父母还是会过去 但是呢 父母总是在想到 这个孩子在外边 怎么 这么久都没有 打电话回来 这个究竟到哪儿去了 他们在做什么啊 好不好啊 也没有问一问 我们究竟好不好 那一方面呢 就是希望 你能够常常啊 报平安 一方面呢 也希望你问候一下 他们老人家的平安 那这个就变成了 一个关系 关心 关怀 这个是 人与人之间呢 一定需要 如果没有了的话 那这个家庭是冷漠的 那彼此之间的关系 可能还在 但是呢 彼此啊 是互相 没有什么 这个关怀的 没有什么交集 没有交集 那感情没有了 也不会有什么向心 没有向心的 所以这样子的家庭 就不是很愉快的 很好的一个家庭 温暖的家庭 就不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是 那么对我们一个 副教徒来讲 除了对自己的家里的人 家族的 以及呢 比如说 你有在工作 工作的场所 你有你的部下 你有你的长官 你有你的同事 你偶尔呢 适可而止的 适当的 给他们一些关怀 比如说 你的长官过生日了 你给他一个 一个生日卡片 比如说 你的同事啊 生了一个小孩了 你给他一个 一份小小的礼物 比如说 你的这个书下 他家里边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了 你去慰问他一下 其实你去不去 他都一样的过得了 但是你去一下 他就感觉上很温暖 那么这个就是 在这关怀了 这个关怀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 另外呢 如果我们呢 是对这个社会 做关怀工作的人 那就是说 你做的什么 社会工作的关怀 那你就要 把你的工作做好 而且呢 主动的去发泄呢 需要关怀的 哪一些层次的人 哪一些人 那这个就是 一个菩萨的精神了 就出现了 那这个样子呢 就会说 虚众松叹了 人家感觉上 人间很有温暖 有一些人 在久万之中 这个非常的 痛苦之中 在决静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给他一点点 不一定是金钱的 你精神上的资源 给他去慰问一下 他就觉得 人间还有温暖 他又希望 继续活下去 还有呢 勇气啊 继续努力奋斗下去 这个也是一种啊 非常需要的关怀 所以关怀 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是 是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阿弥陀佛 那么从师傅的开示里 我们可以了解 有了关怀呢 家庭 或者你的办公室 或者这个社会呢 才会有温暖 希望我们都能够 多关怀别人 也欢迎你下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